高速飞行巨大轰鸣声响涉营销 证信夫人的飞行稳定性 尖时在航车中放水机肉 是在放军主力战机 但却在24小时内 二度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真火共机绕台空军第一时间发出广播构警 根据国防部公开资料 从6月9号苏凯30战机 12号运8还有16号的尖时战机 加上17 18号两天的真火 短短10天已经是5度扰台 18号台湾周边空域特别热闹 立委网定宇爆料 连美军一架RC-135侦察机也穿越巴士海峡 在西南方外围空域陷宗 虽然无法判断与共机扰台有无关联 但对岸军机频频在海峡中线南端 与防空识别区西南交演训别有动机 不管是哪一国的部队 他都会先做一个战场的了解 这一个位置可能就是未来 如果有东沙军演的话 那他操演了一个位置 不管是香港或朝鲜半岛 甚至中印 但是台湾问题绝对在这一个 双方的谈判的这个重要的 这个行程上面 美中关系紧张 台湾牵扯其中 陆方刻意挑战两岸空运模糊地带 步步进逼 解由嘉景陈文玥特的报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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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